关于一的部分,我们先大体讲个根 后面再有精妙的深入的,慢慢的填充 这些大家应该都能懂 我们从刷牙系列开始,隐食促习 好的习惯对应天地自然的法则运行机制 到这个观念的疏通 再到我们马上要讲这个练习 人体才是自我,才是最好的一生 你练出来的是最适合自己的那套 每个人不一样,很简单 一,最重要的是以德 你看古人,玄乎即逝 我不为良相,便成良意 这是一种为百姓,为众生的一个抱负 现在是有保负 然后,就拿钱嘛,盈利机构 你这个抢救嘛,拿钱救嘛 你到了手术台,自己画鸭嘛,先生死状 没关系 了不起把你这个人叫到外面 告诉你怎么样 这不是给你告诉一大堆名字 你也不懂 一些学术东西 学术绑架 专家绑架 法律绑架 以前就是宗教绑架 现在也有,但是这些东西科学绑架全都出来 人间刑法以前有,现在呢,没有 很多人也治不了 那是不是彻底没有了 你去医院看 缺胳膊少腿 吃内脏 动不动什么,就给你换 这个化学东西,反自然的 让你依托于机器 把你本来有的给你换掉 切,鸭 到晚年,所有医生 为什么医生胆子越来越小 他能想到,以前明明一个人很好 我给他治死了 我给他搞成那个样子 够够够够够够 拿工饼一直敲 一想起来够够够够 包括这个这个 律师,法官 我们有机会 能讲再讲 现在 而且医最了不起的是智慧病 那叫上医 你看我们中国人 结果就出了几个 其中一个扁车 说我二哥大哥才是最好的医生 我只不过是带他病凸显出来 我才能看到 我才能治 而人家扼杀在摇篮里 谋臣无荣 武士有功 包括现在西医也是 当时就见笑 知道显出他的效果 而从那些看不到的 把你调理好了 你不知道 你认为他本来我就没事了 这就是现代人愚昧无知的地方 多少这个有钱人啊 就不说有钱了 以前的古代皇帝也是 就想偷个长寿 因为他什么都有 但是有些人没有 没有怎么办 正在拿身体换 有了的他想活得更长 都是这个寿命 当你不健康的时候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打个扣 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 和不懂 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 因为 我们都说过 你那个时候经济时不够 所以说其他的 也是想出来好 我们怎么面对这个 现在的三座大山 穷人怎么治病 马上就给大家讲 这个 教育 医疗 住房 我们一座一座给他推倒 好吧 大家可以互动留言 直播间一起谈